动态查照表 这一节课呢 我们将给大家继续动态查照表的学习 首先我们来看一看 什么叫做动态查照表 在上一节课里面呢 我们对动态查照表的进行的定义 动态查照表的定义呢 是相对于静态查照表而言的 动态是指 在整个查照过程当中 它有可能对我们的查照表进行修改 这种修改操作呢 主要包含的是 插入或者呢 删除 那么对于静态查照表而言呢 我们在上节课当中 给大家介绍了三大类算法 顺序查找 折扮查照和分块查找 在整个查找过程当中 我们不管查找成功还是不成功 都不能够对我们的静态查照表加以修改 但是动态查照表就不一样了 动态查照表是可以对查照表加以修改的 特别是在查找不成功的时候 我们允许你将这个带查的这个关键字所表示的记录 插入到查照表中的合适位置中去 那么实际上动态查照表本身也是通过无数次的查找不成功 然后将数据插入到查找表中 这样的一个重复性的动作创建起来的 所以动态查找表的特点呢 主要是指表结构本身 动态查找表这个结构本身 是在查找的过程当中动态生成的 它是一个动态生成的过程 那么也就是说查找不成功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将记录呢 插入在动态查照表中 动态查找表的一个比较 具有代表意义的查找算法 就是二叉排序数 二叉排序数 那么二叉排序数呢 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动态查找表 它的查找过程呢 本身呢 就是允许对这个二叉排序数呢 加以修改的 而且二叉排序数本身也是通过查找不成功 将数据插入这样的一个重复性的过程呢 生成的 那么二叉排序数呢 简写为BST Binary Sort Tree 那么这个Binary Sort Binary呢 实际上它就是二叉的意思啊 二叉排序数 简写为BST 我们又称其为 二叉查找数 二叉查找数 请大家注意 二叉排序数 是用来做查找的 啊 它不是排序的 啊 那么我们在第十章当中介绍呢 要给大家介绍这个内部排序 那么千万不要把二叉排序数和第十章里面的排序呢混在一起 它是属于第九章动态查找表里面的一种动态查找表 啊 那么二叉排序数的定义呢 希望大家要着重的掌握 这个定义呢 很多同学容易搞错 容易搞错 它和普通的二叉数 Binary Tree呢 一样 它的定义呢 是一种地规的定义形式 一种地规的定义形式 大家呢 先读一读 这个二叉排序数 是怎么样进行定义的 我们呢 是这样来定义一颗二叉排序数的 大家在学习二叉排序数的定义的时候 可以和二叉数的定义呢 联系起来学习 所谓BST 是指它要么是一颗空数 注意 我们的二叉数呢 也是要么是一颗空数 或者是具有如下性质的二叉数 什么性质的二叉数 如果它的左指数非空 则左指数上所有节点的值 均小于根节点的值 这一段话当中有两个关键的词语 希望大家着重掌握 所有 所有 还有 小于 注意 我们是指左指数上所有节点的值 均小于根节点的值 不要理解为是左指数上根节点的值 小于根节点的值 不是左指数根节点的值 小于根节点的值 这一点大家一定要弄清楚 第二 如果柔指数上根节点的值 如果柔指数上所有节点的值 柔指数上所有节点的值 均大于根节点的值 那么这个地方也有两个关键的词 所有和大于 这个概念呢 希望大家记清楚 二叉排序数 二叉排序数 它之所以称为二叉排序 不是指一个节点 它的左 孩子的值 小于他 右 孩子的值 大于他 就是二叉排序数了 我们是指他左指数上所有节点的值 均要小于他 右指数上所有节点的值呢 均要大于他 光有这个条件还不够 我们还要加上一句 其左指数和右指数 也必须是一颗二叉排序数 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称整个数为一颗二叉排序数 大家首先要明白的是 二叉排序数BST 它必须首先是一颗二叉数 然后你再说 它的左指数上所有节点的值 小于根节点 右指数上所有节点的值 大于根节点 有很多同学呢 他容易误解 误解为什么呢 误解为是所有节点都存在 这样一种状况 左孩子的值小于他 右孩子的值大于他 大家可以下去画这样的一颗二叉数 这颗二叉数中所有节点均满足 其左孩子如果存在 它的值一定小于他 右孩子的值如果存在 值一定小于他 但是这颗二叉数 它就有可能不是二叉排序数 对于二叉排序数的定义是非常严格的 我们不能够对其中的这些关键的词加以修改 否则你可能就会有区我们二叉排序数真正的含义 希望大家呢 这一点上一定要小心 这个也是作为我们今后判断一颗二叉排序数的真伪的一个标准 给你画一颗二叉数了 你自己看到了一颗二叉数了 你首先考虑它是否是二叉排序数的时候 就是通过这个地方的定义来完成的 你需要判断的是所有的节点 左指数上所有的节点 右指数上所有的节点 我们这个地方呢 给大家多次进行的强调 希望大家呢 老字里面一定要有这样的一个印象 二叉排序数的定义是非常重要的 比如说我们来看这样的一颗二叉排序数 这颗二叉排序数呢 它就是满足刚才定义的 对于45这个根节点而言 右指数上所有节点的值都小于它 左指数上所有节点的值都小于它 右指数上所有节点的值均大于它 而且左指数本身也是一颗二叉排序数 右指数本身也是一颗二叉排序数 那么我们知道了二叉排序数的定义 实际上大家老字里面应该已经明白了 二叉排序数是一颗二叉数 也就意味着我们实际上对于这颗二叉排序数呢 主要选择的是链式存储结构 那么从这一点来说呢 它和我们在静态查找表中所学到的三类查找方法的存储结构是不一样的 我们在静态查找表中学到的三类存储方法 其实大家看到他们的这个算法实现了都会发现 用的都是数组 也就是说顺序查找 折半查找 索引表查找 用到的都是顺序存储结构 而在动态查找表当中的二叉排序数呢 我们主要选择二叉链表来完成 实际上是一种链式存储结构 那么对于这样的一颗二叉排序数 我们又如何利用给定关键字 查找我们需要的那条记录呢 它的查找过程是怎么样的呢 我们这个地方给出了我们查找的基本思想 希望大家呢一定要掌握这个基本的思想 第一步 如果说我们的这个二叉排序数BST 不空 不空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将给定关键字的值K 与当前根结点的关键字进行比较 啊 与当前根结点的关键字进行比较 比较呢 当然有三个结论 第一 相等 相等 当然查找就成功了 结束 如果不相等呢 我们要判断一下 是大于呢 还是小于 如果说K 小于当前根结点的关键字 我们可以断定如果有记录存在 它的关键字的值等于K 它一定在这个根结点的左指数上 于是我们将左指数作为当前BST 当前的BST 如果说给定关键字K 大于当前根结点的关键字的时候呢 我们就认为我们需要查找的记录如果存在 一定在当前BST的右指数上 所以我们将其右指数作为当前的RX排序数 重复整个过程 直到什么时候结束呢 直到我们根本没有办法再找到一颗指数 啊 这个时候的指数有可能是一个空了 这个时候我们就认为没有找到 没有成功了 没有成功要怎么办呢 根据动态查找的特性 我们要将我们查找的这个关键字 插入到RX排序数的合适位置中去 我们看一下查找的过程 假设关键 假设我们现在的这个RX排序数 在初始状态下 它是个空数 是一颗空数 好了 这个地方给定了一个关键字的初始的序列 45 45 24 53 45 12 24 90 我们要依次的查找这些关键字是否在RX排序数中存在 如果存在 查找成功 不存在 要将其插入到RX排序数的合适位置中去 实际上 这个也是一个RX排序数的创建过程 如果说RX排序数在初始状态下为空的话 那么初始关键字的这个序列输入的过程 也就是RX排序数的创建过程 同时大家也要理解清楚 对于这一系列的关键字 我们是使它们作为给定关键字 在RX排序数中进行查找 进行查找 查找成功 当然返回它所在的位置 不成功的话呢 对其进行插入 RX排序数创建了 那么我们的关键字呢 也查找了 这是一个两个不相干的一个过程 同时呢 又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首先将45呢 进在这个BST中进行查找 很显然不存在 不存在怎么办呢 把它插进去 注意 因为BST在初始状态下是一棵空树 所以你只需要将这个节点作为根节点 放到这个BST中去就可以了 所以初始状态下第一步完成以后 RX排序数形成了一棵空树 再查24 24按照我们刚才的查找过程 首先让24和根节点45进行比较 很显然24是小于45的 应该在哪颗指数上去查呢 应该在45的左指数上面去查 但是我们一看 这个45根本就没有左指数 显然查找是失败的 我们可以断定24根本就不在这颗RX排序数中存在 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根据动态查找的特性 查找不成功 要将数据插入到查找表中 这个时候 将24要插入到这个查找表的合适位置中去 那么插入的原则是什么呢 我们给大家一个插入的原则 不管你怎么插 你应该保证插入以后 这颗RX数仍然是一颗RX排序数 很显然24比45小 45又没有左孩子 那么我们自然而然的 可以让24作为45的左孩子存在 所以我们这个地方给大家写了一个2 这是我们的第二个步骤 我们再看53 在45及其左孩子24 这样的一颗RX排序数中 根本就没有53这个节点 从何而来呢 53和45比较以后 我们发现它比45大 就应该在它的右指数上进行查找 但是这个时候的45根本没有右指数 所以我们可以将53 作为45的新的左右孩子插入 这个步骤我们旁边给大家标注了一个3 表示这是我们的第三步 创建了45的右孩子53 好了 53查找完毕以后 我们的RX排序数由原来的空数 形成了一个包含三个节点 高度为2的一颗 2X排序数 我们接着找 现在给定关键字的值为45 我们让45和我们这颗有三个节点的 2X排序数的根节点进行比较 一比较就发现相等 显然查找成功 查找成功 我们就结束查找了 好了 不做任何操作 进一步的进行下一个关键字的比较 12 12 首先和45比较 发现它比45小 我们当然就应该到它的左指数上比较了 让左指数作为当前的RX排序数 左指数的根节点是什么呢 是24 24和12比较 发现24比12大 很显然就应该到24的左指数上去了 但是大家注意 24是一个夜节点 在当前状态下 它根本没有指数 所以我们只需要将12 作为24的一个新的左孩子 就可以了 注意 我们刚才的45是第四个关键字的查找 第四步没有做插入 第五步呢 我们将12作为24的左孩子 插入到了RX排序数中 最后90 最后呢 12过了以后呢 是24 24呢 是一个给定的关键字 我们要在这颗RX排序数中进行查找 首先和45比较 它比45小 然后找到45的左孩子 我们让45的左孩子和给定关键字 24一比较 发现相等 查找成功 这个地方旁边标注了一个6 标示查找成功 我们不做任何操作 最后一个90 90我们经过一番比较以后 发现它也不在RX排序数中存在 而它的插入位置在哪呢 就在53的右孩子这个地方 我们将其作为53的右孩子 插入到了RX排序数中 我们通过这7个关键字的比较 7个关键字的比较 我们构造了一颗6个节点的RX排序数 构造了一个6个节点的RX排序数 这个是RX排序数的创建过程 也是如何在RX树中查找节点的过程 希望大家仔细的阅读这个例子 自己呢 在书本上画一画 如果说我们将这一串初始序列的顺序 颠倒或者打乱 你再构造一下 看一看同样的这7个关键字 当顺序发生变化以后 是否还是构造的相同的一颗RX排序数呢 我们通过刚才的分析啊 我们发现啊 通过刚才的分析呢 我们发现 我们的这颗RX排序数 它是一个 左指数上节点的值小于根节点 右指数上所有节点的值大于根节点的 这样的一颗RX数 根据RX数中续变历的特性 首先中续变历左指数 然后访问根节点 在中续变历右指数 我们发现 如果在一颗RX排序数上 进行中续变历的话 我们可以得到 有关这颗RX排序数上 所有节点的一个有序的序列 这个就是RX排序数的第一大特点 第一大特点 我们将刚才的 我们将刚才的这颗RX排序数 按照中续变历的话 将得到这样的一串有序的序列 将得到一串有序的序列 这个是由于什么造成的呢 这是由于在RX排序数中 左指数的所有节点的值 均小于其根节点的值 右指数上所有节点的值 均大于其根节点的值造成的 那么这个呢 大家不仅要会记忆理解 而且你也要会证明它 第二点 对于一颗RX排序数而言 我们在进行新节点的插入的时候 大家已经发现了 我们的插入不需要移动其他的节点 不需要移动 仅仅是修改某个节点的指针 因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的这些节点呢 它实际上 它都是以一颗RX排序的形式 构造在这个查找表中的 我们的节点 如果查找失败的话 我们发现这个节点 它的插入位置 始终是作为一个新的夜节点插入的 它是作为一个新的夜节点插入的 这一点非常的重要 所以说呢 我们仅仅是需要将 它的负节点的某一个指针 可能是左指针 或者是右指针 由原来的空 变成一个指向 这个新的带插入节点的 这个地址的这个指针就可以了 从这个角度上来说 二叉排序数的插入 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工作 非常简单的工作 第三 我们发现啊 二叉排序数具有责办查找的特性 为什么呢 一个线性的序列通过一个二叉排序数 我们实际上发现啊 这个根 每次它都是与根比较 根的下面连进了左右两颗指数 如果左右两颗指数中节点的个数差不多多的话 实际上啊 这个根恰好就有点像什么呢 有点像静态查找表的那个序列当中的中间的那一个值 也就是MID所指向的位置 非常的类似于责办查找 有什么不同呢 责办查找是按照顺序存储结构进行存放的 而我们的二叉排序数呢 是按照二叉列表的形式进行存放的 我们的根实际上啊 非常的类似于责办查找中 MID所指向的那个中间的位置 啊 那么当然了 这颗二叉排序数的根是否真正位于这个顺序节点的中间呢 啊 位于这个有序节点的中间呢 还直接和我们的这颗二叉排序数左右指数的形状有关系 如果左右指数的深度差不多多 总节点的个数也差不多多的话 实际上这个根呢 就已经位于这个序列的中间了 这个时候呢 我们说这个呢 和二叉排序数的平衡度有关 如果二叉排序数左右孩子高度差不多多 孩子差不多多 我们认为它是一颗平衡的一颗二叉数 啊 这个时候和责办查找呢 最相似 但是它和责办查找又不太一样 责办查找呢 是选择的顺序存储结构 而我们的二叉排序数呢 选择的是二叉列表 也就是列式存储结构 从这个角度上来说的话 我们如果要经常进行查找 查入删除的话 建议大家选择动态查找表 也就是二叉排序数 作为我们的查找的存放方式 为什么呢 在一个顺序存储结构中 经常进行插入删除 显然不方便 所以在静态查找表中 我们可以选择顺序存储结构 因为查找本身就是 最好是建立在顺序存储结构中进行 如果又不需要进行插入删除的话 选择顺序存储结构是最佳的 这也回答了 为什么在静态查找表中 三种查找方法都是顺序存储结构的原因 那么在这个动态查找表中 因为动态查找表 置身有这样一个特性 它需要不断的进行插入啊 删除啊等等 所以这个时候呢 用链式存储结构呢 是非常方便的 而且我们发现啊 在二叉排序数中 进行数据节点的插入的时候 它的插入位置始终都是页节点 非常的好插入 所以呢 我们认为二叉排序数和泽半查找比较 它呢 更适合于经常需要进行 查找 插入 和删除 这三个特点 是二叉排序数的三个非常主要的特性 希望大家呢 要加以理解 并且要加以记忆 那么二叉排序数的插入 我们给大家介绍了 我们说 在一个动态查找表中 还可以进行删除 那么我们呢 没有给大家介绍删除 大家呢 如果感兴趣的话 可以自己下去看一看 书上给大家介绍的二叉排序数的删除 那么下面呢 我们将学习二叉排序数的平均查找长度 大家呢 先阅读一下 我们在屏幕上给大家打出的这一段话 你先思考这样一个问题 对于同样的一个一组关键字 按照不同的序列输入的时候 刚才我们让大家做了这样一个操作 你现在可以开始做了 同样的一组关键字 序列不同的时候 构成的二叉排序数 是否是一个形状 如果形状不同 它的平均查找长度 是否相同 什么时候的平均查找长度高 什么时候的平均查找长度低 大家思考一下这个问题 对于同样的一组关键字 这一组关键字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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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发现 最坏的情况是哪一种情况呢 实际上就是这样的一种情况 它退化为了一棵单枝树了以后 它的整个查找过程 比如说你要查93 是不是和顺序查找表中的查找过程 是一样的了 实际上是一样的了 最差的情况是 二变化 要注意的是,如果要和泽半茶枣相同的话,实际上是什么呢? 实际上就是想让这颗二叉树左右指数的深度尽可能的相同,或者相差的深度尽可能的小。 也就是说,我们希望这颗二叉排序树尽量的平衡,使得它和泽半茶枣尽量的类似。 要对二叉排序树进行平衡化的处理,我们首先就要学习什么叫做平衡二叉树。 平衡二叉树减写为AVL树。 什么叫做AVL树呢? AVL树是自然加以定义的。 平衡二叉树或者是一棵空树,或者是具有下力性质的一棵二叉树。 第一,左右指数均为平衡二叉树。 第二,任意左右指数的深度之差的绝对值不能超过1。 所以它也是一种低规的定义方法,低规的定义方法。 我们称某个节点左指数的深度,减右指数的深度之差,为该节点的平衡因子。 它主要是用来计算到底这棵树是否是平衡二叉树。 我们来看,对于第一棵树而言,这棵树而言,它是否是一棵平衡二叉树呢? 你需要计算每一个节点的平衡因子。 如果每一个节点的平衡因子的值,的绝对值都不大于1的话,说明它是一棵平衡二叉树。 显然它是一棵平衡二叉树。 我们再看这棵树。 它显然也是一棵平衡二叉树,因为所有节点的平衡因子的值呢,都不大于1。 再看这棵树。 这棵树显然就不是一棵平衡二叉树了。 为什么呢? 实际上它的左指数是一棵平衡二叉树,右指数呢,也是一棵平衡二叉树。 可对于这个根节点而言,它的总的深度呢,它的这个左右指数的深度之差呢,为2,为2。 说明什么呢? 它的平衡因子已经超出了1,已经超出了1。 所以它呢,不是一棵平衡二叉树。 那么我们对平衡二叉树呢,进行一下总结。 大家呢,来分析一下平衡二叉树到底有哪些特点。 第一个特点是显而易见的,AVL数上任何节点的平衡因子,只可能为-1,0,或者是1。 第二,AVL数的深度以logn同数量级。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的平衡二叉树的特点,大家可以考虑一下平衡二叉树和完全二叉树。 我们利用完全二叉树的特性来计算第二条特性。 第二条特性。 第三,平衡二叉树的平衡查找长度ASL也是与n的对数同数量级的。 也是与n的对数呢,同数量级的。 最后,完全二叉树一定是平衡二叉树,一定是平衡二叉树。 当平衡二叉树,但是呢,请注意的是,平衡二叉树呢,可不一定是完全二叉树。 啊,这几个特性希望大家要理解记忆,理解记忆。 其中第三个特性,这个结论是由于为什么呢? 我们发现啊,如果一颗二叉树树,它是一颗平衡二叉树的话, 实际上这个时候它和泽半查找非常的类似了,啊,非常非常的类似了。 我们可以通过二叉树自身的特性呢,计算出它的这个平衡查找长度的值。 大家感兴趣的话呢,可以自己推导一下。 那么当然,你只需要记住下这个结论呢,就可以了。 我们看一看如何将一颗二叉树树转化为一颗AVAL树,平衡二叉树呢? 我们的关键字序列为13,24,37,90,53。 平衡二叉树的生成过程是这样的。 首先创建,首先最早的平衡二叉树是个空树,然后呢,13插到不成空,插入。 再看24,24插入以后呢,还是平衡的。 再插入37就不平衡了,不平衡我们要做平衡化的处理。 怎么处理呢? 我们以24为轴心,逆时针进行旋转。 旋转为让24作为根,13作为左孩子,37作为右孩子,形成了一颗平衡二叉树。 继续加入,90插入以后,还是,是否是一颗平衡的二叉树呢? 显然现在呢,是平衡的。 然后再插入53,53插入完成以后,失去平衡了。 那么我们要寻找失去平衡的最小点。 从53开始往后找,53,90,以90为根的还是是平衡的。 那么以30为根的就不平衡了。 这个时候我们将指数30,90,53做平衡化旋转。 怎么旋转呢? 首先将53,90这颗指数顺时针旋转,让53作为90的这个双树。 然后再让以37为根的这颗指数呢,做逆时针旋转。 旋转方法跟刚才一样,让53作为根节点。 那么大家从这个旋转已经发现了,这个平衡化的处理好像在不同状况下,这个规律都不一样。 我们如何进行这个平衡化的处理呢? 实际上平衡化的这个旋转方法呢,总共有四种,总共是有四种的。 那么不同的指数的形状,我们做平衡化处理的方法和我们对平衡的要求呢,都是不一样的。 书上呢,给出了RR型非平衡二叉树的旋转。 这个RL型的旋转,RR型的旋转和LR型的旋转。 不同的方法,我们旋转的方式也是不一样的。 那不同的结构呢,我们选择的方法也是不一样的。 那么,大家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到书上去看一看这几种旋转方法。 因为这几种旋转方法,相对于我们的初学者而言呢,比较困难。 那么我们在这个地方呢,就不给大家做介绍了。 那么我们现在呢,就将动态查照表中的二叉排序数和平衡二叉数的查照介绍完了。 我们简单的给大家总结一下。 在二叉排序数的查照中,我们介绍了什么叫做二叉排序数。 如何在一颗二叉排序数中进行查找。 查找不成功的时候,如何将我们备查的节点,插入到二叉排序数中的合适位置。 也就是说,我们给大家介绍了二叉排序数的整个创建过程。 最后呢,我们又给大家介绍了二叉排序数的几大特性。 二叉排序数当初始关键字序列不一样的时候,有可能构造的形状不同。 但是,按照中序便利最后总是可以得到一个相同的关键字序列。 原因何在呢? 原因就在于,任何一颗二叉排序数,按照中序便利总是能够得到它节点的有序排列。 大有序排列。 那么,我们知道,当同样的一组关键字按照这个排法不一样的时候,形成的二叉排序数形状不同,我们又可以得到一个结论。 当二叉排序数形状不同,初始关键字序列不一样的时候,有可能会导致同样的一组关键字构成的二叉排序数的平均差导长度ASL不一样。 什么时候ASL高呢? 什么时候ASL低呢? 我们发现,越平衡的二叉排序数,它的查导效率越高,ASL越低。 越不平衡的二叉排序数,它的查导效率越低,也就是说它的ASL越高。 那么,在最极端的情况下,我们的二叉排序数当退化为一棵单支数的时候,比如说右单支数,我们在图中给出来了。 我们在图中没有给出左单支数,实际上是一样的。 当退化为单支数了以后,实际上,一棵二叉排序数的查导方法,就已经退化为了顺序查导。 这个时候,它的平均查导长度为二分之N加一。 在最好情况下呢,它是一个N的对数。 在平均状态下呢,它的平均查导长度为一加上四乘以N的对数。 那么,这些结论是需要大家加以记忆的。 那么,如何让一棵二叉排序数的性能高呢? 当然就是希望这棵二叉排序数尽量的平衡化。 我们说了,只要初始关键字是相同的一个组合,管它的形状怎么样, 最后总是能够达到我们查找的这个目的。 因为它按照中线辨历最后得到的结果都是一样的。 所以,只要我们的这个二叉排序数在进行平衡化旋转的时候, 不违背二叉排序数本身的定义,它都是可以做到的。 也就是说,任何一棵二叉排序数在做数据插入, 在它的构建过程中,一旦失去平衡, 我们就可以通过某种方法进行平衡化的旋转, 得到一棵尽量的一棵平衡二叉数。 那么,这个地方就涉及到了有关平衡二叉数的概念。 什么叫做平衡二叉数呢? 平衡二叉数又有一些什么特点呢? 平衡二叉数主要有三大特点。 平衡二叉数主要用于二叉排序数在创建的过程当中, 一旦失去平衡,就做平衡化处理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所以呢,大家要注意动态查找部分的内容是比较重要的, 因为动态查找这部分呢, 我们主要介绍的是二叉排序数和平衡二叉数, 它们都是二叉排序数,都是二叉数, 都是二叉数,二叉数在第六章当中, 我们作为重点给大家做了介绍。 那么二叉数的所有特性, 二叉排序数和平衡二叉数都是满足的。 所以这一点呢, 大家要注意动态查找部分, 可以和第六章呢, 结合起来记忆,结合起来理解。 第六章的一些算法, 同样的可以使用在二叉排序数和平衡二叉数上。 那么,下一次课呢, 我们将给大家介绍最后一部分的查找部分, 哈希查找表, 以及第十章内部排序的一些基本的概念。 那么这次课呢, 我们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下课。